第九题它叫我们求这个曲线 它这个曲线这个函数呢 它是y等于x平方加x加1分之x 它叫我们求在x等于1那个地方的切线方程式 那我们求切线方程式呢 我们必须要使用点斜式 所以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先把这个切点求出来 因为切线会过切点 那切点的x座标呢 它已经给的就是1 那它的y座标呢 我们就把这个x给它带1下去 就可以求出来这个y座标了 那因此呢 如果我们先把x带1下去的话 这分母1加1加1就3分子是1 所以它的y座标就是1分之3 那这个就是切点 接下来呢使用点斜式呢 你还必须要求它的斜率 那斜率呢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y呢 下去做为分 那y呢就是f of x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y呢 表达成这个f of x 那现在这个函数呢 它就是这个x平方 加x加上1 分之x 那然后呢 我们现在把它做为分 为分呢 求出来的这个导函数 它就是切线斜率函数 那这个在为分的时候呢 一样必须要使用这个除法率 那除法率呢 我们把上面这个呢 看成是公式的f 把这个底下看成是公式的g函数 那所以你为分以后呢 我们应该得到一个g平方 然后分之呢 g然后df 再减掉呢 这个f 在dg 在dg 好我们先把这个格式写下来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这个前景填进去 那这个g函数呢 就是原来这边这个分母 那这分母呢 是x平方加x加1 的平方 那这边呢 是x平方加x 再加1 这个是g函数 然后呢 d就是d 这里是1 好 d就是d 那f呢 是分子那个x 这个f是分子的x 然后减掉呢 这个f就是x 那d就是d 那g函数呢 就是x平方加x加1 那所以呢 我们按照这个除法率呢 这个格式啊 把这个 回分出来以后 我们就得到呢 这个分母是x平方加x加1的平方 那分子哦 这个 该微分的再微分 这边 画底线的部分 就是继续要再微分的 那前面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抄下来 这个x平方加x加1 好这是前面 好那这个x呢 你给它微分以后 剩下1 剩下1 再剪掉呢 这个x 就照抄下来 那这一边呢 这个微分以后 这个 x平方 微分变成2x 那这个x呢 微分以后变1 那后面这个常数1 微分变0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 像这个结果 那么 这个就是它的切线斜率函数 那假如说呢 你现在想要知道呢 在这个x等于1 那个地方的切线的话呢 那个斜率 切线的斜率 那我们就把那个1 给它带下去 带到哪里去呢 带到这个导函数里面去 也就是这个切线斜率函数 那当你把x带1下去的时候呢 也就是把这个等号右边 这些x呢 通通换成1 那分母呢 1加1加1就是3 那所以分母就是3平方 那分子呢 前面这第一下 1加1加1就是3 好 3乘以后面这个1 然后再减掉呢 这个x要带1 所以这1乘以呢 这个x带1下去 所以2加1呢 变成3 变成3 那因此 这个分子3减3呢 它就变成0了 它就变成0了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斜率呢 好 这一条在这边做切线 切线的斜率是0 那切点呢 是1 3分之1 我们已经有了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答案 把它写下来了 那答案呢 要用点斜式来表现 就是y减y0 等于这个m乘以 这个x减掉x0 那么 以这题来说的话 这个切点 切点的坐标呢 就是这个直线上的一点 就是x0 y0 所以x0 y0分别等于1 3分之1 那现在这个斜率呢 斜率是0 那切点是 y0是3分之1 x0是1 所以呢 你把它带下去 它就变成y减3分之1 对不起 0称上 这个x减1 好那这个就是 这个答案 对不起 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的话 因为等号又不是0 所以最后呢 我们得到 这个切线方程式 就是y等于3分之1